诶 今天是周六 那么我们就来一个六关子 不过为了更清晰的对阵下土豆 我们还是打开透视 那这里就没得选择了 土豆地雷放到这里 它就可以炸掉铁桶僵尸 并且在炸铁桶僵尸的时候 同时炸掉这一个小鬼僵尸 诶 不要紧 一次不行来两次 这一次我还不相信它还给我爆 四个阳光光 问题不大 那我就先把它们种下 等待阳光足够的时候 我再生产一个土豆地雷 这样我就可以放出五王僵尸 然后用土豆地雷炸掉半五僵尸 那这就没得说了 还来一次 小伙伴们不要小看小玉米 小玉米可以吐出黄油 其实这个黄油比寒冰射手的减速效果还要好用 通常情况下只要被它砸住 根本不能动 就像这样 土豆地雷 含冰射手 小喷锅 不要紧 我们一个一个放 土豆地雷那当然有用 含冰射手 也很OK 就连这个高坚果也是求之不得的好植物 那这 有两个玉米加龙泡 还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不已 小西哥哥把电脑机箱吃掉 这些半五僵尸也全部让他们见上帝 哇 这么多的向日葵 虽然有点多看起来比较复杂 实际上没有什么用 但是在小西哥哥手里面 他们将会是我们翻盘的关键 把这些向日葵全部做上 让他们不停的生产阳光 虽然一个向日葵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这么多的向日葵 他分分钟就会生产出很多很多的阳光 看到了吗 就算是我失误 打开了红印巨人的罐子 这也没关系 就算你们扔出小鬼也是一样 只要我的玉米加龙泡冷却掉 马上就让你们本身碎骨 怎么样 这就是底气 好了 不吹牛了 再吹下去呢 小西哥哥自己都受不了了 我们还是要先解决这两个巨人僵尸 就在这时候手一抖我吧 僵尸小队也放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 这里种上一个土豆地雷 nice 两个窩瓜 窩瓜在这一个版本当中 那是非常好的植物 因为它不管见到谁 都会一屁股做上去 所以把它放到这里 等一会做一个巨人僵尸出来 就会一屁股做掉它 哎 这些冰瓜呢也很好 直接找到地方放着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防止第三路的 十个红印巨人僵尸 这十个红印巨人僵尸可不一般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挖掉 再种一个 完蛋 完蛋 剩下的两张卡片 已经没有了 不过没关系 让我先把这一个矿工僵尸砸掉 哎 问题不大 虽然它没有给我很好的植物 但是 我有阳光呀 我可以生产土豆地雷 那就把第五弱的巨人僵尸放出来 让它知道我的厉害 直接一个玉米加龙炮 直接让它连小鬼都没有扔出来 就完蛋 接下来当然是第一路的红印巨人僵尸 没错 出来再给你一个土豆地雷 哎 我们的玉米加龙炮准备好 这个玉米加龙炮并不是打这个巨人僵尸 我们是要预防它扔小鬼 没错 马上扔小鬼了 来 给你 嘿嘿 哎呀这个红印巨人僵尸还挺耐打的 你还不倒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再送给你一个土豆 你给我两个小坚果 你太看不起我了吧 现在就只有两个罐子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五弱僵尸放出来 看它能给我们什么植物 如果给的好呢 我们打这十个红印巨人僵尸的时候 就会很轻松 如果给的不好 嗯 我说什么来的 刚刚好两个机枪射手 这不就赚上了 还有一个都没地方放了 哎 又来这么多雾灯 雾灯可是个好东西 在最后它可以提高植物的攻速 所以把它们都种起来 还剩下几个半五僵尸 哎 三叶草 这是个机会 哎 金掌花 那还等什么 直接开 现在它们变成小矮人 然后把它们吹到后面去 哎 再开两个罐子 那别着急再吹 哎呀 碗炭子也被砸掉了 不过没关系 我说什么来着 这里又出来了 吸金锅 那这还有什么说的 直接种上 冰冻锅 那这它们就没得跑了 我还有两个玉米加龙炮 直接上 再种上 冰冻菇 又出来了 把这些羊头种到它们后面 这样这些巨人僵尸啊 就打不到它们了 哎 忘掉了 右边还有矮个子的红眼巨人 哎 又来了 哎 包围草 哎 黑蘑菇 就这 你们还想跑 啊 世界清净了 哎 不过现在怎么还没有过关 哦 知道了 这里还有两个罐子 那就别客气 把它们砸开 直接把它们撒成爆米花